IT选拨报新奇酷炫早知道 8月28日国外油管博主Mr.Who Said the Boss 发布了开箱以及上手Vivo Nest 3的视频 Vivo Nest 3最大的亮点之一是全球首发瀑布屏 其最大的特色是曲面屏两侧 拥有像瀑布一样的视觉效果 不仅如此 Vivo Nest 3的左右边框没有任何实体按键 音量和电源控制都需要通过按压感应区域来操作 伴有震动反馈 这与Vivo A-PAS 2019操作逻辑类似 此外Vivo Nest 3采用了升降摄像头的方案 前置摄像头居中 神似Vivo S27 Pro 后置三枚摄像头 相机的造型神似奥利奥 具体Vivo Nest 3相机灵感源于机械手表 其主摄是6400万像素 核心配置上YouTube博主Mr.Who Said the Boss并没有透露 不过可以确定的是Vivo Nest 3搭载的是骁龙825 Plus旗舰平台 而且支持44瓦超快闪充 更重要的是Vivo Nest 3支持5G 这个是Vivo系列首款5G手机 也是全球首款5G瀑布屏 它将于9月正式发布 你怎么看这款Vivo首款的5G手机Vivo Nest 3呢